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读取《孙子兵法》 集片中的最后四条轨道 原文是怒而挠之、悲而交之、义而劳之 轻而离之 四条轨道的意思 用兵作战就是诡诈 要通过四种手段 又使对方陷入这些被动的局面 以取得战略优势 一、怒而挠之 一旦对方愤怒 就会失去理智 敌人暴躁一怒 就设法挑逗激怒 使他判断错误 二、悲而交之 一旦对方轻视我们 就会失去警惕 敌人悲怯谨慎 则因设法使其变得骄傲自大 使对方产生轻视 陷入骄傲自满的错误破绽 然后司机击破 三、义而劳之 敌人安逸 就设法骚扰他 搞得他疲劳不堪 司机攻击 四、轻而离之 对方内部亲密团结 就挑拨离间对方 产生内乱 削弱对手 此四条轨道 有利于创造战略优势 进而击败对手 攻打对手 要在他没有防备的地方 而发动攻击 就要在对方没有料到的 时机发动 这就是兵家之胜的奥秘 一、怒而劳之举例来说 发生在楚汉争霸 关键时期的成高之战 刘邦和项羽 在争夺中原的战略要抵成高时 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双方互有胜负 但在一场关键战役中 储君将领曹旧 没有坚决执行项羽的命令 坚守城池 导致成高失于敌手 刘邦用怒而挠之的策略 战胜了储君 取得了问鼎中原的决定性胜利 在刘邦被分到偏远的汉中后 虽处境艰难 但他不甘偏安易于 当项羽伐旗时 刘邦联合诸侯起兵反对项羽 最终在成高大破 储君令项羽频遭反扰 最后被迫撤离 在最后一次 项羽率兵离开之前 害怕刘邦率军进攻成高 就命令草旧领兵防御 坚守不出等待自己回兵救援 起初曹舅坚持完成项羽的命令 坚守不出刘邦 没有办法问急于张良、陈平 张辰二人出计怒而挠之 急选取声音大的军事 向曹舅喊话 说曹舅胆小如鼠 不敢应战一连几次 曹舅忍无可忍 率兵出击 最终中了刘邦的计谋 战败身死 二、举悲而交织的例子 秦朝末年 匈奴的茂顿产于出力 茂顿即位后 强大的邻族东胡 想试探他的能耐 东胡决定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 派使者前来 向茂顿索要一匹千里马 茂顿的大臣认为 千里马是匈奴的珍宝 不应该送给他人 但是茂顿却同意了 东胡得寸进尺 认为茂顿是害怕他们的势力 于是再次向茂顿索要他的一鸣妃子 茂顿的大臣认为 蝉鱼的爱切不能随意送人 但是茂顿又一次同意了 东胡日益轻慢交纵 第三次向茂顿索要一块一千里的无人之地 茂顿询问群臣的意见 部分大臣基于前两次的教训和经验 同意将土地赠送给东胡 但是茂顿却否决了这个提议 他大怒地说 土地乃国之根本 怎么能随随便便送人 他下令斩杀同意赠送土地的大臣 清除内部不合的因素 完成思想统一工作后 他便跨上战马 出征东胡 由于东胡一直没有戒备 当敌人濒临城下时 才发觉为时依晚 于是东胡自此被灭亡民众 牲畜和其他财产全部被掳走 茂顿乘胜发兵 向西驱逐越之 向南吞并楼藩等部落 又收复了秦国蒙田 夺取的匈奴领地 占领了汉朝北部的一些地区 通过一系列的大征法 北方各族纷纷臣服于匈奴 至此 矛盾占据了大漠南北 直接威胁中原 他统一了现今的蒙古草原 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 贝尔交之举例来说 早在公元前265年 李牧就已经是赵国抵御匈奴的主要将领了 运用兼臂亲野的战术 他每顿都会宰牛羊给氏族吃 平时也亲自锻炼氏族 但重点放在侦查上 匈奴一旦出动 李牧就会提前撤回堡垒 然后下令谁出战就斩谁 匈奴也不敢贸然进攻堡垒 几次下来匈奴全都空手而还 然而这样一场场跳棋的打法 不只是赵国氏族开始怀疑人生 连整个匈奴也不满了 哪有人会场场跳棋呢 匈奴开始辱骂赵国 说赵国人怕被我们匈奴人洗战绩 所以你们家李牧每次都溜至大吉 太弱了太弱了 赵王无法忍受这种侮辱 催促李牧出来面对 然而李牧依旧坚持兼臂亲野 赵王也感到不满 认为李牧太胆小了 于是迅速换掉了李牧 换其他能打的将领 结果真的被匈奴打得落花流水 赵王后悔莫及 求李牧夫人并承诺李牧以后 不再干涉他的决策 李牧夫人后继续坚持兼臂亲野 几年下来赵国氏族 身体也都练得差不多了 也受够了被辱骂 渴望着跟匈奴决战 李牧布局了好几年 就是在等待这一天 李牧先故意将大批牛羊 遗失到前线匈奴 一如既往出来抢 但这次李牧出乎意料的 直接对决却一败涂地 匈奴觉得太好笑了 藏了那么久的李牧 果然只是胆小无能 毫不犹豫地联合所有部落 进攻赵国才发现 堡垒全都不堪一击 真是气死人了 早知道当初就强攻了 于是更大胆地下令所有军队都入侵赵国境内洗劫 然而等匈奴大军全面进入赵国境内后 李牧忽然下令将匈奴团团包围 匈奴发现重计却来不及了 被打得措手不及 许多部落投降此战之后十余年 匈奴都不再进犯中原城门一关 李牧任你如何挑衅我没准备好 我就不跟你打 一年没准备好 我就一年不出战 十年没准备好 我就十年不跟你打哪一天 准备好了时机到了 我就一战而定天下 对于敌人 就像李世民所说的兵法 古今兵法 就一句话 较多方以误让对方犯错 想方设法去引他失误 其实大家读的都是同一本兵法 都会被但是 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原因就在于你有没有领悟 会不会做出判断 你判断不出现在发生的是什么状况 是判断不出敌情 表面上是对于敌情 没有判断 实质上是对于自己没有判断 只要你对自己判断清楚了 认他什么敌情 你自然知道应该怎么办 你究竟是否准备好了 四 轻而离之的战力 也就是先破坏他的外交盟友 及内部亲信 再去离间他们的关系 甚至让他们自相残杀 战国时期 秦赵长平之战 连坡打了几次败仗 于是坚守不出 这个时候 秦国就派间谍到赵国去散布留言 他说连坡很容易对付秦军 最怕的是赵阔 赵王果然上当 不顾令向如何赵阔之母的劝阻 于是赵阔就替下了连坡 最终造成了长平 被四十万图 全部被坑的这个悲剧 赵王为什么会上这个档啊 就是因为赵王对连坡打败仗 和之后不出战 已经非常不满了 找不到时机去换他 那秦国的间谍 那自然就是帮了他的忙 还替他想好了替换的人选 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呢 刘邦被项羽困在尹阳一年多久 断绝了外援和粮草的通道 这个时候陈平献祭 他说相亡的能臣不过范增啊 钟离妹 龙且 周英这几个人 如果能是离间计 除去这几个人 相亡就好对付了 于是刘邦就给了陈平 四万金黄金 这很大的一笔钱 然后买通储君的一些将领 散布谣言 他说在相亡各个部署之下 范增亚父和钟离妹的功劳最大 但是呢 却不能列土称王 他们已经跟汉王约好了 共同消灭项羽 然后分战项羽的国土 这句话被传到了项羽的耳朵里 那就使他起了疑心 果然项羽就对钟离妹产生了怀疑 此后重大的事情 就不再跟钟离妹商量 他甚至怀疑范增私通汉王 于是对他也很不客气 陈平为了彻底除去范增 还演了一场戏 有一天 项羽派使者到刘邦的营中啊 陈平让使者准备好 十分精致的餐盒 然后好酒 好肉的去进行招待 然后问亚父范增 有什么吩咐 使者不解的说 我是项王的使者 不是亚父的使者 陈平说啊 我还以为你是亚父的使者嘞 于是立刻变脸啊 撤去上等韭菜 然后把使者领到另外一间 非常简陋的客房里面 然后用粗茶淡饭来招待陈平 则拂袖而去 使者没想到 会是受受到如此羞辱 和范增的使者 这么好酒好菜的款待 一旦变成了这个项王的使者 竟然被如此的对待 于是非常气愤 回去之后 就把这个事告诉了项羽 项羽更加确信 范增私通汉王了 那么这个时候 范增向项羽建议说 应该加紧攻城 但是项羽 一反常态 据不听从 范增也知道了 外面说他 暗通汉王的这些谣言 知道项羽中了离间计 于是范增就告老还乡 项羽就毫不留 毫不留情 还一点都没有挽留 陈平的离间计并不厉害 项羽为何会中计 其实范增和项羽的关系 本质上并没有 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好 而且 范增和项羽之间的矛盾 早已经显现 这一矛盾就是关于雄心 楚一帝的安排 项羽对范增忠诚度 信任度方面的矛盾 从未停止 项羽并非傻到 看不出陈平的离间计 只是他刚好需要这个机会 于是将计就计 弄走了范增 只可惜 也弄走了自己的江山 可以说项羽就这样 把自己给玩完了 不怪任何人 只能怪自己 利害权衡失去大局观 这就是离间计的实施 重点利用对方内部矛盾 扩大矛盾 造成对方战略失误 这期讲的孙子兵法四个轨道 谢谢收看下期再会